10分manuel的角色 嘿嘿嘿嘿嘿嘿 歡迎來到 espero paul 會本故事劇場 我是月亮先生 我是石多瑞 거야 只是像著你的太陽 你的太陽 在你的心裡 帶你的心 嘿嘿嘿 對…為什麼要唱這首歌啊 不是啊 我就突然想唱歌不行 也可以啊 對… 不是 唱這首歌跟這個故事 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不是 我剛剛不是要收了嗎 那跟它沒有關係 為什麼要唱歌嘛 所以要跟它有關係啦 對 當然要有關係 有啦 其實你仔細聽裡面是有關係的 什麼關係 因為裡面有太陽 有太陽 對 我們今天要說的故事是 二郎 從前天上有一座很亮很亮的宮殿 叫做光明宮 裡面住著十二個太陽 光明宮是由巨人二郎看守 每天啊 二郎會放出一個太陽照射大地 太陽出去的時候 大地一片光明 人們起來工作 等太陽回到光明宮 天也就黑了 人們也回家休息了 有一天 有一個太陽抱怨說 哎呦 每天只能有一個出去 真沒意思 其他的太陽也都叫了起來 啊 對呀 對呀 都在光明宮裡 好無聊啊 又是我們可以一起出去玩 路口有多好 哦 於是 所有的太陽趁二郎不注意 統統溜了出去 你追我 我追你 玩得好開心哦 哎呀 二郎發現十二個太陽通通不在宮裡 急忙跑去人間去找 這才發現 十二個太陽闖下大禍了 原來 十二個太陽放出來 又強又熱的陽光 曬乾了河水 曬枯了稻子 可憐的人們 沒水喝 也沒食物吃 許多人都死了 啊 二郎好難過 他下定決心 要把太陽趕回去 他對太陽說 你們這些調皮的傢伙 已經害死了好多人 還不趕快跟我回去 哎呀 太陽玩得正開心 才不願意停止呢 他們嘻嘻哈哈的叫著 嘻哈哈哈哈 來呀 來抓我們呀 你別跑 別跑 你別跑 別跑 二郎 撲了過去 太陽全都秀一聲 散了開來 哎呀 一邊轉圈圈 一邊叫 哎呀 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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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的動作太靈巧了 二郎撲來撲去 都撲不到 好不容易 抓到了一個太陽 沒想到 太陽的火焰突然猛烈的燒了起來 燙得二郎哇哇大叫 連忙鬆開 太陽笑嘻嘻地跑掉了 追又追不到 抓也抓不著 二郎急得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啊 哎 他一抬頭 看見周圍有許多大山 二郎心強 對啦 我要是能用大山壓住太陽 他們就不會亂跑啦 好 這個時候 二郎拿出了趕山邊 用力啪啪一揮 突然來個閃電五連邊 一邊 二邊 三邊 四邊 五邊 等一下 等一下 他是拿趕山邊 所以他來個閃電連三邊 一邊 兩邊 三邊 三邊 打完了 趕山邊 三邊喔 山 不是那個一二三的山 是Mountain Mountain Mountain的山 二郎拿出了趕山邊 用力啪啪一揮 大山啊 就像一群綿羊 全都乖乖地跑了起來 可是 大山實在太重了 跑得很慢 跑了一小段路 每個都忍不住 好喘啊 追了老半天 根本就追不到太陽啊 哎呀 二郎又急又氣 他對大山說 哎呀 倒這樣下去 我們永遠都抓不到太陽喔 哎呀 他跑回光明宮 拔起一根巨大的石柱 又找來了兩個大箱筐 把大山全塞進去 他用石柱當扁蛋 挑起了箱筐 再去追太陽 大山好重啊 壓得二郎 肩膀痛得不得了 跑起來 搖搖晃晃 可是他忍耐地咬幾牙 冰出了全身的力氣 終於追到了太陽了 十二個太陽 看到二郎 挑著一單子的大山衝了過來 連忙聚在一起 用力發出最強烈 最炙熱的陽光 向二郎照去 啊 又渴又累的二郎 大叫一聲 再也撐不住了 砰 二郎昏倒了 不曉得過了多久 迷迷糊糊中 二郎感覺有一股清流流過了他的喉嚨 他睜開眼 發現自己躺在一口井旁邊 有水啊 二郎眼睛一亮 舉起了井邊的水桶 一桶接一桶 喝個不停啊 喝水不會啊 邊喝邊啊 他覺得好喝啊 喝完了之後不是啊 OK OK 他真的是太渴了 一口氣啊便把井水全部都喝光光 二郎喝了水 恢復了力氣站起來 突然旁邊有個溫柔的聲音問 你跳著山要做什麼 原來是個女生啊 我跟你說 太陽啊太厲害了 要用大山才能壓得住他們 剛才是你給我水喝嗎 是啊 我叫做阿平 阿平 謝謝你救了我 可是糟糕 這口井被我喝乾了 怎麼辦啊 沒關係 只要你能早點壓住太陽 使大地不再乾旱 我們就可以得救了 你放心 我會趕快壓住太陽 然後再回來找你 說完啊 他挑起扁蛋 繼續追向太陽 這一次二郎精神百倍 追得可快啦 他挑起大山 像是一陣強風吹過 追上了12個太陽 本來這些太陽還在轉圈圈玩耍 突然看到二郎衝了過來 一個個滋滋的叫著 他們慌慌張張聚在一起 想再發射出又強又熱的陽光 可是二郎的動作比他們還快 只見他高高舉起螺框 大喊一聲 YAHOO 使出了全身的力量 把大山全部投了出去 轟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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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大山 就像火山噴發一樣 飛了出去 太陽還不及閃躲 砰砰砰 一個一個 都被大山壓住了 二郎跑過去 仔細算算看 咦 奇怪 怎麼只壓住11個太陽 還有一個呢 二郎到處找了又找了 還是沒找到 原來 第12個太陽躲過了大山 偷偷地藏到馬尺菜底下 沒被發現 從此以後 天上就只有一個太陽 而馬尺菜 因為救過太陽 所以特別受到太陽的優待 不管多熱的季節 馬尺菜 永遠都長得綠油油 都不會被曬死 二郎用大山壓住太陽以後 急忙跑去找阿平 他在阿平住的村子裡 大喊他的名字 阿平 但是沒有回應 二郎找啊找 終於在井邊 看見阿平了 可憐的阿平 因為太久沒有水喝 和村子的人們一樣 已經渴死了 二郎難過的放聲大哭 他一邊哭 一邊用雙手挖起泥土 堆起一小丘 埋了阿平 後來 人們把這個山丘叫做 平阿山 直到現在 在平阿山的山腰還有一個山洞 洞裡面有山泉 非常的清澈 從來不干涸 傳說啊 這山泉 便是二郎的眼淚變成的 哇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二郎的故事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呢 不要太貪玩了 還有呢 記得要多喝水喔 接著呢 馬齒菜抗菌降血脂抑制 抑制癌細胞現場 讚 我們沒有接他的這個業配 這集謝謝馬齒菜的業配 不要亂業配 如果要業配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找我們業配喔 謝謝 好 那我們指封車 配本故事劇場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來吧